三倍大眼数啊 普通女生爆改小猫眼妆教程 真的非常实用 建议大家就是直接跟着话 要么你点个收藏啊 别给搞丢了 看了大家今天是眼妆教程 我现在已经戴好了美瞳 先沾一个西游绒色 眼睛上打底 蛋皮要刮一下 整个卧餐都滑 但我的眼睛就已经大了一圈 用最深色 沿着这个线 薄薄的一层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之一 刷眼皮贴 贴的时候一定要把后面这个 开扇给贴出来 贴个大概这么宽 主要是把这块 还有后面这里撑起来 因为我们的小猫眼线 已往上扶一 然后就是point 拿出我们的眼线笔 刷一个是巴贝拉 还挺好用的 就是你画着画着容易画没水 你画没水的话 就在这个随便哪个地方 壳子上画了画了 它就好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请起也能扣一个银子 银子要从前往后开 你要从后往前开的话 你就容易顺着 你这个银就下去了 往上一出溜就行了 其实今天开的好像也不是很好 但是离远了就差不多了 这边开的比较好看 这边细点 这边表现开太粗了 还是得比刚拿出来的时候 它最尖 我刚刚给大家在这个上面展示了一下 它就有点不太尖了 然后顺着这个往后拉 给它填一下颜色 然后重点就是我们的摸摸眼线 眼头是从前往后画 眼尾是从后往前画 不然你绝对会画歪 一定要找一个这个点和这个中间连接部分 不要碰到串皮的 不然你有那个褶皱你画出来就很丑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贴双眼皮 比方说我们要画到这里 往前拉就行了 只要不要碰到这个褶皱 你就可以拉得很顺畅 拉得很顺畅 今天好像拉得有点高了 我是看着镜头拉的 没关系 眼线给擦掉 虽然是小猫眼线 但也别太飞天了 没关系我们逆袭一下 嗯 然后再从后面往回拉 眼角的位置 给它填上颜色就行了 嗯 非常的简单 画完以后 我们再继续拿这个黑色的 最深的这个 带一下下面 然后画一下卧蝉 我的眼睛 是不是大了一波 如果你想要卧蝉 普通明显 你就用这个高光体量一下就行了 但是我是一个 非常夸张的女人 所以我 会用这种高光卧蝉鼻子 你看 一画 是不是 这睫毛是我用了 800年 就大家一直问 我根本就没换过 就这最好看 很自然的美丽 那是这个梦露的睫毛胶水 这个睫毛胶水是我用过 最好用的睫毛胶水 贴在真睫毛的上面 你看这个其实这个 这个这个 帘皮贴翘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贴上睫毛 就看不出来的啊 先贴前边 后面再固定它 不是沿着我们的眼形 是沿着我们的眼线 后面跟这个眼线是平齐的 看 贴完了 眼睛就变得圆圆的 比较可爱一点的那种 拿高光体量一下眼头 两个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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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淡眼睛 一就是眼头体量 然后鼻子 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的秘技 戴假发 头发竖顺了一下 从老瓜子顶上盖下来 这样子 然后把边上这个分开 然后再去打理这个前面这个区域 给它扒了出来一个空 更加的让人欣赏到我画的完美眼妆 然后戴完假发以后 就会发现还有许多需要调整的地方 比方说我的腮红似乎不够重 银细要这老一点 银细要老一点 忘了点质了 原本这里就有一个印 感觉像是晒斑 然后另外一个会点在嘴巴下面 高光再补一点 忘了说了 先占这个哑光 再占这个高光 有点浮夸是不是 还是想说把眼睛下面弄闪一点 化纹就是这样了 我要认鼓努运 líder Merced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